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欢迎大家收看屈基TV 这是屈基焦点栏目 我是邓飞校长 又跟大家谈论阿富汗 为何要谈论幼字呢 因为之前第几集我说过阿富汗 不过其实那集不是真的谈论阿富汗 那集谈论在阿富汗上有两个恐怖组织 基地塔利班等等 我最主要想跟大家澄清一下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虽然同为恐怖组织 但一两个都是有一定的差别 有一个分别性在这里 但那集不是真的谈论很多阿富汗的事情 今天怎样都要谈论阿富汗的实际情况 阿富汗这个国家近现代的历史 太远古了 我不说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最近惊天动地塔利班攻占了阿富汗的首多赫布尔 算不算是攻占 还是美国让给他都很难说 这件事引起全球的关注 另外 阿富汗给人的印象就是所谓的帝国坟墙 我是很不认同这个说法的 又说阿富汗是一个好像中世纪 暴落临纳的社会 军伐割据 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 贫穷落后 冰家必争等等 很多这些其实在世界历史或者政治或者国际关系学上 常常说的名词術语都用在阿富汗身上 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很讨厌听的一个说话叫冰家必争之地 你读历史就知道 读世界历史 到处都叫冰家必争之地 到处都是冰家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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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术语已经用到烂了 阿富汗是很重要的 我上一集和大家说的是中亚的五个斯坦 那五个国家 也提到所谓阿富汗 其实理论上也属于亚洲中部 也是中亚的国家 阿富汗又出了这么大件事 所以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阿富汗的一些近现代的历史 今集最主要讲三件事 第一就是阿富汗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以及如何以阿富汗作为国名 第二个要分享就是阿富汗的 所谓的中世纪的暴落社会 是一回什么事 现在在坊间的评论非常多 无论中文也好 英文也好 或者所谓其他的外语 有关阿富汗问题的评论 是多到不得了的 个个都说阿富汗是一个暴落社会 中世纪社会 什么社会 但是很少有人解释 到底怎样为之暴落社会 我可以给大家一些提示 第二个要跟大家说 就是这个暴落社会是什么事 其实阿富汗这个暴落社会 是非常民主 而且是一个直接民主的社会 到底是什么回事 一会儿再说 先说第一个就是阿富汗这个名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一定的争议性 有一定的争议性 不是唯一的 还有为何要用阿富汗作为国名呢 阿富汗阿富汗阿斯坦 或者阿富汗这个名字就是阿富汗 阿富汗这个名字的出处和含意 到底会有什么事呢 严格来说 阿富汗这个名字 最初只是一个地理概念 并不存在一个国家 叫做阿富汗 这个说法可能大家觉得有些废话 今时今日全球二百多个国家 那些国家的名字 国名不外乎来自两种 多数来自两种 一种最初是一个地理概念 另一种是来自一个民族的概念 比如塞尔维亚俄罗斯 这是一个民族的概念 地理概念 什么是地理概念 印度就是 印度原本是一个地理概念 某程度上 中国这个名字 也是一个地理概念 中央之国就是中国 是一个地理概念 而阿富汗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地理概念 笼统来说阿富汗的意思 阿富汗的意思是阿富汗人的土地 怎麽为是阿富汗人呢 怎麽为是阿富汗人呢 这个民族或者笼统的民族 这个名字出自什么时候 以及他的历史渊源 是有一定的争议性 到底阿富汗这个民族 核心 现在最主要的核心民族 佔不够五成的 就叫做普什图人 或者普什图人 普什图人 普什图人这个民族 他的历史渊源有很多种说法 有些说他跟阿拉伯人一样 都是闪族人的后代 有些说他其实是阿利安人的后代等等 这有一定的争议性 如果在中国首先出现这个名字 大概是九世纪末 九世纪末 即是中国唐朝末年的时候 已经知道有普什图人的存在 对于中原王朝已经知道 推本索源大概是这样 然后真正出现阿富汗这个名字 大概来自十世纪 十世纪的唐皇朝都开始灭亡 即是进入五代十国的时候 在十世纪的时候 有一本波斯和阿拉伯的地理名著 那个阿拉伯名字实在读不了 翻译成中文有一个标准的译法 就叫做世界景域志 世界景域志这本书是波斯人偏赠的 不过里面也有很多阿拉伯文的术语 这本书最终不是说阿富汗 这本《世界景域志》是一个地理的百科传书 它最主要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讯息 就是研究那些特缺的国家 上一集我已经和大家说什么叫特缺 一些特缺的国家或者民族或者部族的起源 但是在这里提到一个非特缺的地方 就是阿富汗 阿富汗在这个时候就正式出现了 但是到底什么叫阿富汗呢 是有很大的争议的 现在有一个比较主流的说法 有学者认为阿富汗这个名字是 源自印度的梵文 印度理论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字 但是梵文在古代里面是最重要的一种 一种宗教文字 所谓阿富汗这个字有一种说法 就是出自印度梵文 在印度梵文里面阿富汗这个意思是指騎马的人 但是正因为他指騎马的人 反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性 因为阿富汗谈不上是一个騎马的国家和部族 他不是游牧的 阿富汗的马 我没有听过阿富汗的马特别出名 阿富汗的骆驼就反而出名 骆驼和马是两种事 完全是两种事 所以到底阿富汗这个名字 他的渊源是哪里来的 是有很大的争议性 一般来说 《世界地理警卫志》 在《世界地理警卫志》中提到阿富汗的时候 其实他最主要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阿富汗境内的主体民族 普什图人下面其中一个步驟 就叫做阿富汗 这个步驟是比较靠近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赫习米尔边境的一个步驟 就叫做阿富汗 然后慢慢随着历史的演变 阿富汗这个 term 就变成不是紧紧的那一步驟 而是形容整个普什图人 都可以叫做阿富汗人 然后再发展下去 就不单止普什图人的另一个名字 可以叫阿富汗人 整个阿富汗的国家里面 包括不同的民族 都可以称作阿富汗人 这个历史经历了一千年 由一开始是普什图人靠近东面的一个步驟 演变成为 阿富汗代表了所有普什图人 然后再演变成为 整个国家就是阿富汗 有一个历史进程 无论如何 阿富汗 今天的阿富汗肯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所谓主体民族 我这种说法可能政治上有些不正确 姑且叫做主体民族 就是普什图人 普什图人也不够50% 大概47% 有些说42% 大概排第一位 排第二位 就占两成多的就是塔吉克人 塔吉克人 上一集已经有说过 塔吉克人是一个很古老的 膚色比较白的民族 塔吉克人主要是阿富汗的北部 然后还有一个民族 比较有趣的民族 哈萨拉人 哈萨拉人 一般的说法 就是蒙古大军的后裔 因为我说屈基的时候 常常说的是蒙古大军西征 我们要理解世界历史 蒙古大军的西征对于世界历史 是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而后来有一群蒙古的驻军 就留在阿富汗 慢慢慢慢就信奉了伊斯兰教 慢慢的样子也有少少变化 但是中国人的特色是很明显的 就叫哈萨拉人 另外还有乌基比克人 上一集也说过 乌基比克是中亚 而加萨拉人是最强盛的民族 但哈萨拉人和乌基比克人 各佔不足一成 塔吉黑人占两成左右 另外还有其他轮粗粗粗粗的民族 轮粗粗粗粗并没有贬义 相对比例低很多 主体民族就是普什图人 接着塔吉黑人 然后大家要注意 他的民族分布当然很复杂 但是整个哈赫汗 其实中间有一段 有一個很大的山脈 或者很大的山區 那個山區 現在中文翻譯為 Hindu-10山 Hindu其實是印度的意思 Kush就是波斯語 意思是山 山脈 山區 大概的意思是 在古代來說 在整個亞洲 一直到歐洲的希臘 將Hindu Kush這座山脈 看成一個天然的分界 一個天然的分界 在Hindu Kush以南 屬於印度文明 Hindu Kush以北 屬於柔木民族 兇奴 突厥等等 是這樣分開的 希臘人 阿歷山大 東征打到Hindu Kush的時候 停下來 他不敢翻譯這座山 因為實在太高了 他不敢翻譯 他不敢過去山北 然後整個阿富汗 大部分 超過一半都是屬於Hindu Kush 這個山區組成的 在這個山的南部 就是我所說的主體民族 普什圖人的定居地為主 山的北部就是其他小數民族 塔吉克 烏治別克 哈薩拉人 哈薩拉人多數在山的中間 不是山北 等等 就是這樣組成的 然後整個山區分佈 整個國家很有趣 整個國家將他南北分開之後 南邊的普什圖人 也不是鐵板一塊 絕對不是鐵板一塊 普什圖人集中在南邊 以及東部 他可以分成 我一會再跟大家詳細說 分成幾十個部落 部落聯盟等等 然後我們所說的塔利班 塔利班最主要是來自東南部的 一個第二大城市 坎大哈 坎大哈首先是一個省 他的省府叫做坎大哈市 他在坎大哈這個省附近的部族的人 組成所謂的塔利班 就是塔利班 最原初的那群人 大家會明白 至於北邊的小數民族 塔吉克人 烏治別克人 跟中亞的塔吉克斯坦 烏治別克斯坦 基本上是同中 不過 他們相對來說是因為沒有受蘇聯的統治 蘇聯的入侵時間短 在他們的文化上比較純正 他們沒有經過一個所謂的俄語花 沒有經過沙皇俄國的直接統治 沒有經過蘇聯的直接統治 相對來說比較純粽的文化 我不是說是種族的純粽 我說是文化上保留著突厥人 或者是高加索人的原初的文化是保留得比較好的 所以就算是塔吉克人也好 不等於他想回到塔吉克斯坦 這個國家裏面 烏治別克人也好 不等於烏治別克人願意 歸回到烏治別克斯坦 他又沒有這麼想 他會明白這件事 我剛才所說的蒙古人的後代 哈薩拉人 這個處境比較尷尬 哈薩拉人既不是在山南 亦不是在山北 他直接在山區裏面 處境尷尬的地方就是他經常面對普什圖人對他的屠殺 尤其是據說 塔利班對於普什圖人的屠殺也屠殺了幾次 比較淒涼的國家 大家要明白 阿富汗 首先是一個部落的社會 不是一個國家 要明白這件事 怎麼為止是一個部落社會 怎麼為止不是一個國家 如果你區分不了這件事 你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到 阿富汗到底是甚麼事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在中東一直到非洲 很多今時今日我們稱為國家的國家 他們的社會其實不是國家 從歷史傳統一直延續到今時今日 沒有國家的概念 只有部落的概念 或者是部族的概念 大家要明白 阿富汗是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徵 阿富汗是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徵 以後有機會再講到北非 不止北非是非洲 或者是中東其他國家 再跟大家分享那些國家的所謂 暴落社會是甚麼事 今天就集中講阿富汗 尤其是阿富汗的普什圖人 阿富汗的普什圖人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暴落社會 比起他北邊的那些少數民族 烏汗的塔加克 是來得更加典型的 烏汗汗和塔加克也有暴落 但是暴落社會的形態 沒有普什圖人 那麼明顯 普什圖人的暴落社會到底是甚麼事 首先是 就是 理論上所有暴落都有一個共同的祖先 即是說所有普什圖人的暴落 或者所有普什圖人 理論上大家都有血緣關係 否則就不叫同一個民族 那個共同的祖先 我不懂得讀他們的語言 我只知道中文翻譯叫卡伊斯 卡伊斯被稱為普什圖人的共同祖先 類似我們中國的炎王子孫 炎帝和皇帝就是我們的共同祖先 卡伊斯共同祖先生了四個兒子 其中一個兒子叫 杜蘭尼 杜蘭尼後來有一個王朝 就叫杜蘭尼皇朝 總之四個兒子 有四個兒子各自生更多兒子 開枝散業 形成不同的暴落 就是這樣的 所謂的暴落社會 至少分成五個等級 首先 普什圖人 有一個共同祖先 下面分成暴落聯盟 大概 有四個暴落聯盟 四個暴落聯盟就對應共同祖先的四個兒子 就是四個暴落聯盟 通常有幾個暴落 大概有六十多個暴落 四百多個暴落分支 暴落分支下面就是所謂各個的家族和家庭 最主要是家族 什麼意思呢 如果一個家族 一個家族裏面有一個長老 長老的名字 叫白鬍子 鬍子是白色的 白鬍子的意思是長老 那個家族的長老 對那個家族有壓倒性的權威 然後有幾個有直接血緣關係的家族 幾個不同的家族 就共同組成一個村莊 然後幾個相關的村莊 就組成一個暴落的分支 幾個暴落分支就組成一個暴落 幾個暴落就組成一個暴落聯盟 就是這樣 至少分成五個等級 村莊不是一個等級 村莊只是一個組織 真正屬於暴落社會的等級 暴落聯盟有四個 然後有六十多個暴落 然後有四百多個暴落分支 然後就是家族 家族下面還可以分成家庭 但是家族是最主要的 家族是壓倒性的 這個暴落社會就這樣組成 有一個等級的社會 但是大家要留意 這些暴落暴族 他們最大存在的意義 就是平等 什麼意思呢 所有的權力 其實最主要就是在家族的長老裏面 才有權 長老就是那個家族裏面的頭 就是背份最高的人 家族之上的村莊也好 部落的分支也好 部落也好 部落聯盟也好 理論上 不存在有什麼首領 尤其是不存在有壓倒性的一個權力機關 沒有的 並不存在有部落聯盟 所謂的地方政府 沒有這些存在 完全沒有 大家要搞清楚 家族的長老才擁有最大的權力 那權力大到什麼地步 不單止將家族內部的矛盾 可以擺平 而且內部的矛盾 擺平了之後 內部的權力 是沒有的 大家要留意 第二件事就是 長老之下 所有部落的平民百姓 理論上是絕對平等的 尤其是同輩份的人 在家族裏面所有同輩份的人 尤其是成年的男人 是平等的 不存在 這個部落 長老之外的這個部落的平民 地位高於那個平民 不存在一件事 長老是凌駕的 但是所有的平民 所有部落家族裏面的平民 男子來說是 平等的 一個很大的 特點 就是這個所謂的部落社會 好 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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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都只有幾百人 一個家族有多大 長老只有一個 怎麼搞呢 他有絕對權威 如果超越了家族 家族上邊的部落分支 部落 部落聯盟 那怎麼搞呢 有那麼多事務 要解決 有那麼多事情要解決 誰要解決呢 我再說一次 在家族內部 長老一刑決定 他可以擺平所有事情 家族和家族之間 部落和部落之間 部落聯盟之間 以至於整個阿富汗 那由什麼來決定呢 精彩了 有一個叫資格大會 這個中文的文章有些問題 資格是 普什圖語的翻譯 資格的意思就是大會 大會就是資格 所以中文翻譯成資格大會 有些奇怪的名字是雙倍的 但不要緊 大家明白什麼意思 資格大會是一個類似於議會的組織 來決定 部落分支 部落 部落聯盟 之間的 所有的公共事務 就由這個資格大會來決定 這個資格大會 理論上可以籠統一點 分成兩級 一級是地方 包括部落聯盟 或者是 部落分支的資格大會 還有一級是全國 全國是阿富汗的資格大會 阿富汗的資格大會 即是等於阿富汗的議會 這個資格大會怎麼組成呢 大家第一時間想到一個議會 當然是否有選舉 是否有議員 是否有代議事 No 沒有這些 第一 理論上所有成年男子 不論你結婚還是未結婚 你都可以參與各級的資格大會 除了全國那些 無論你是參加部落分支的資格大會 參加部落的資格大會 或是參加部落聯盟的資格大會 是OK的 你可以參與 是沒有選舉發生的 第二件事 你不僅可以參與到大會裏面 你的發言是不受限制的 第三件事 你的表決也是不受限制的 你是絕對有權去參與其中的 是一個直接的民主 大家要留意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所謂的資格大會 除了長老之外 是一個最有權力的議事機關 不過 資格大會不是一個常設的組織 你不跟香港立法會或美國國會 有一個定期的每五年 每四年組成一屆 一屆之後再選舉 沒有這樣的事 資格大會有事就開會 沒有事就散當 沒有固定開會的會期 總之有事大家就坐在一起開會 那時候就逐樣逐樣問題來討論 而全國的資格大會 都是臨時才會召集 有事大家討論 嚴格來說 也不是用表決的辦法來決定 是要取得共識 最好所有參與會議的人 都認同 都同意 這樣就可以了 不單止沒有一個固定的資格大會存在 最有趣就是 當他決定了之後 資格大會的決議出台後 那怎麼辦呢 誰負責呢 我們第一時間想到 是不是有一個行政機關 即是所謂政府 由政府來負責 執行議會的決議 No 沒有這些存在 在阿富汗這個部落社會 是從來不存在 有所謂政府的概念 是沒有的 那誰去執行 由每個部落分支或部落 存在所謂的部落民兵 或是部落警察 由這班部落民兵 我叫部落警察 這兩個只是翻譯上的不同 都是指同一班 由他們去強制執行 這個資格大會 是他落實的決議 那這班民兵也好 警察也好 什麼事呢 第一 是沒有報酬 沒有錢的 不是一份工作 都是臨時拉夫的 第二 通常是交給那些 未結婚的成年男子娘 由他們負責落實 資格大會 各級資格大會 去制定出來的決議 所以是一個 是 全民直接的民主 這個全民主的男人 不包括類型 第二件事 是一個很粗疏的民主 如果你是阿富汗人 你不要以我這樣說 因為相比現代的政治體制來說 他是真的比較粗疏的 他沒有一個固定的會期 沒有一個固定的秘書署 也沒有一個固定的行政機關 政府部門 去落實執行 是沒有的 完全沒有 很長時間以來就是這樣運作的 即使是全國的議會 即是阿富汗全國的資格大會也好 由18世紀 杜蘭尼王朝 真是用阿富汗來命名的一個王朝 去開的全國的資格大會 一直開到今時今日 今時今日對上次資格大會應該是去年 2020年 我不記得九月或幾月 總之2020年的時候開過 由18世紀到去年 已經300多年了 300多年開了18次 全國的資格大會開了18次 地方你不要問我了 我不知道開了多少次 地方各級就應該開了N多次 去年2020年那次的全國資格大會 最主要討論的議題就是 到底會不會釋放幾百個塔利班的戰夫 你想想 由18世紀到2020年的時候 開了18次全國的資格大會 大概有一個概念 阿富汗普什圖人的所謂暴落社會 什麼叫暴落社會 就是這個意思 沒有錯 當阿富汗建立了國家 建立了朝廷 建立了政府之後 當然有政府 有中央政府 有省政府 也有地區政府 三級的 但是對於普通的普什圖人來說 就不把這些所謂的政府放在眼內 所謂地區政府 其實只是 對於 普通的部落民來說 所謂地區政府只是地區政府那棟樓 你出了地方政府那棟樓 你什麼都不是 你什麼都不算 所以一切的事務 無論是家族內部 家族之間 無論是部落內部 或是部落之間 所有的公共事務 如果家族內部 就是家族的長老話事 如果家族之外的事 基本上就是村莊資格 或者是部落資格 或者是部落聯盟資格 由這裡來處理 全國的資格 包括制定憲法 宣戰 決定的和約等等 都決定了 只不過這個資格的直接民主制度 粗疏了一些 而且有事就開 無事就散 這件事也挺麻煩 這就是他的所謂的部落社會 然後 然後 部落社會高度自治 他和政府 或者是朝廷的關係 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當然 你說政府 或者是朝廷 他委任地方官 委任到地方 行不行 行 有所謂的村長 他的村長就叫馬勒克 馬勒克 馬勒克就是村長 如果這個村長不是由家族的長老 來擔任 而是由朝廷 或者政府委任 他通常 普什圖人的部落文 他就不太認同他們 覺得政府委任 信譽度很低 貪污腐化也是在你那裡來的 是不是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你得不到 普羅大眾的認同 普羅大眾他只是認家族的拔胡子長老 只是認資格大會 不認朝廷 或者政府委任的村長 馬勒克 他不認這些人 所以 這是一個很根深蒂固的概念 很有趣 另外 有些評論說 不是 對於普什圖人的社會中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角色 就是 食一絲汗的汗 Khan 黑汗 或者可汗 讀音我不討論 總之汗 這個名字很明顯是來自蒙古人 蒙古人的汗多厲害呢 窩闊台汗 拖雷汗 食一絲汗 這些是代表皇帝的權威 大家不要網民生意 沒錯 他是用了 中亞遊牧民族的Khan 這個字 形容他的領袖 形容部落的領袖 或者部落聯盟的領袖 但是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 我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在普什圖人社會裏面 只有家族的長老白胡子 才可以叫做領袖 暴落聯盟是不存在領袖的 是沒有領袖的 那個所謂的汗 他不是暴落的領袖 不是暴落聯盟的領袖 普什圖人的汗並不等於蒙古人的食一絲汗 不是這個意思 這是什麼呢 漢國人的頂籠就是 相當於我們所謂的政客 選舉制度之下的一個政客 他是靠他的家族的威望 靠他個人的口才 靠他個人的領袖的魅力 他們就做了汗 然後他也會有一群的侍從金班 說得欲酸一點 所謂的小子 可以收小子的意思 有一群金班 但是 那群侍從金班跟汗的關係 不是一個人身依附的關係 你跟蒙古人不同 蒙古汗下面的部落民 那個部族民 是對於這個汗對於部落領袖 是有一個人身依附關係 不是你想走就走得掉 你走不掉 但是對於普什圖人的 汗下面的那群侍從金班 他要走就走 沒有犯法 沒有違反任何的法律 沒有違反任何的風俗習慣 即是說這個所謂的汗 他可以是透過他個人的魅力 可以透過他的口才 透過他的家族在歷史上不知做過什麼貢獻 他可以成為一個所謂的汗或者黑汗 可以 招攬到一群的侍從金班 但是 他並不具備 成吉思汗 那種的 強制的地位 或者是高高在上的地位 沒有這樣的地位 其實他只是一個代理人去做事 所以在整個普什圖人的社會裏面 難聽說一句 根本沒有一個絕對的權威存在 絕對極是長老 長老絕對極是家族裏面 家族以上 是沒有任何的 部落的遊長 何漢權威 沒有這些權威存在 反而有一個很鬆散的 直接民主的大會 就是資格大會 非常鬆散 正因為如此鬆散 所以造成了這個資格大會 效率會很低 第二件事 很容易出現腐敗 群大關係 我們為了 使得這個資格大會對這個議題取得共識 不同的部落之間 不同的部落分支之間 不同的家族之間 可能會有很多交易 我支持你 你支持我 所以 表面上這個資格大會是一個直接的民主 但是有可能出來的權益 要麼就腐敗 要麼效率很低 還有一個是很短視 他沒有辦法做一個很長遠的決定 他做不到的 因為他缺乏是一個 真正的領袖級的人物 他根本沒有這個領袖存在 是不存在的 要留意 這個就是普什圖社會的所謂 暴落社會就是這個意思 相對來說 中文的資料 評論資料 對暴落社會的形容真的很少 英文也很少 我建議大家 可以參考我剛才說的內容 你就會對所謂的阿富汗的暴落社會 以至到中東 非洲的暴落社會 所謂的暴落社會是什麼意思 你會有一定的了解 好了 除了暴落社會之外 還有一群的領袖也是崛起的 這群的領袖就是所謂的宗教領袖 宗教領袖的崛起 不純粹是因為伊斯蘭教的傳播 應該說 主要是內內外外的戰爭 造成了宗教領袖的崛起 為甚麼會這樣說 大家不要有一個錯覺 以伊斯蘭教在阿富汗 一定是原教旨主義 沒錯 伊斯蘭教的戰鬥力會很強 但是伊斯蘭教的興起 首先是一個城市的宗教 大家不要有一個錯覺以為伊斯蘭教在中東的興起 是一些油木 農耕社會 中東有鬼農耕嗎 他不是的 他首先是一個商業城市中興起 或者商業的市集中興起 他的城市宗教的色彩很濃厚 當他向東傳播到阿富汗大地上 他最初也真的在 赫布爾 坎大哈這些城市中落地 但是因為 始終阿富汗這個地方 內內外的戰爭很多 內內外的戰爭很多時候 這些各級的宗教領袖 就開始一路向山區 向到部落 向到農村裏面 進行一個普及的工作 去傳教 他是有別於中東的 中東的伊斯蘭教最主要就是在城市 天方 麥加 麥蒂娜 這些大城市裏面出現 亦都是依靠這些城市的資源 巴格達 也很明顯是 但是阿富汗就不同 阿富汗就由城市到農村 由城市到部落 一個宗教的傳播 因為內內的戰爭造成 有很多的中文材料就說 在阿富汗的宗教領袖 基本上就是 所謂無拉 都對 也不能說錯 有些東西也不湯不水 阿富汗的宗教領袖有很多種 籠統都是三類 第一類叫做無拉 第二類叫做皮爾 這是中文譯法 第三類叫做塞爾德 這三類的宗教領袖 我只是籠統的說法 無拉這種宗教領袖的地位是最低的 不過是最多 他基本上就是在各個村莊 各個部落分支裡面存在 他的地位其實是不高的 而且最慘的是他沒有自己的財產 他要靠普通的平民百姓的部落民 去接濟他 他才可以生存下去 但是他們對於 平民百姓的宗教 無論是祈禱也好 還是宗教的位置 他就可以起到一個很直接的狀況 而相對地位比較高的就是屬於皮爾和塞爾德 皮爾就是屬於伊斯蘭教裏面的所謂的聖人或導師 尤其是蘇菲派的伊斯蘭教 他們的導師 叫做皮爾 而塞爾德就更厲害 塞爾德不只是導師 他叫做聖銳 什麼叫聖銳呢 跟先知穆罕默德有 血緣關係的人 就叫做塞爾德 在阿富汗的社會裏面 所謂宗教領袖 最主要的三類組成 毛拉 皮爾 塞爾德 但是皮爾和塞爾德就不同了 他們的地位就高很多了 第一 他們這群人經過宗教的洗禮和加持之後 他們已經不屬於任何一個部落 不屬於任何一個部落的部落民 第二 種種歷史的原因造成他擁有大量的土地 以及大量的侍蟲 換句話說 宗教領袖真正起了一個決定性作用 就是皮爾和塞爾德 反而不是中文世界裏面經常說的 無奈就不一定是 現在變成在整個部落社會裏面 存在兩類的領袖 一類是部落的 那個體系 即是資格大會 以及長老 勉勉強強就是所謂的村長的馬力 以及 勉勉強強的黑汗 可汗 我們稱作為一個世俗的領袖 而另一班非世俗的領袖 宗教領袖 就是皮爾和塞爾德 明白 這兩派領袖 是存在一定的競爭的關係 明白 因為 當你很多部落民 信奉宗教要虔誠的時候 實際上他首先聽指揮的 已經不是長老 不是馬力 也不是漢 而是可能聽什麼呢 就是聽這些宗教導師 你想想塔利班是怎麼來的 就是這樣 那一刻 這些宗教領袖和地方的部落領袖 存在一定的緊張關係 不是真的合作無間 不是的 要留意這件事 然後整個阿富汗的建國以來 無論是打內戰 對抗歷代王朝 還是對抗外敵入侵 這個社會組織動員的工作 你猜是部落領袖組織 還是宗教領袖組織 很明顯就是宗教領袖組織 因為部落領袖 第一 他沒有那麼大的權威 第二 非常鬆散的直接民主制度 他沒有可能做一個大規模的組織 他的部落民 去抵抗政府也好 抵抗外敵入侵 他根本做不到 他沒有這個組織能力 所以 歷次做一個社會組織動員 無論是打內戰也好 抵抗皇朝朝廷的干預也好 還是抵抗沙皇俄國 抵抗英國 還是抵抗蘇聯 抵抗美軍也好 多數都是由宗教組織去領導的 這個大家要留意 簡單來說 做一個總結 平時沒有東西的時候 什麼事都沒有 太平無事的時候 部落的自治決定一切 這個部落的自治最後落到部落下面的家族的長老決定一切 明白嗎 沒事的時候就是這樣 大家很平等 到了有事了 打仗了 有外敵入侵了 或者朝廷政府想直接干預部落的內部事務 想削弱內部的事務 甚至削弱宗教領袖的事務 怎麼辦呢 你靠那些長老是搞不定的 最後要靠什麼呢 就靠宗教領袖 宗教領袖就以宗教為名義 去組織不同的部落 不同的家族 不同的部落分支 就開始克服大家的矛盾 組織成一支所謂的盛戰大軍 或者至少組織一個新的教派 去對抗朝廷也好 尤其是對抗外敵入侵 就由宗教領袖來負責 就是這樣 有事就忠無厭 無事就夏迎春 這是阿富汗版本的 這個比喻不一定是完全準確 但是方便大家理解 沒事的時候 就暴落自己作主 有事的時候 就宗教領袖來作主 這個就是 今天講的第二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就是阿富汗 這個名字怎麼來的 第二個主題 所謂阿富汗暴落社會到底是回什麼事呢 就告訴大家是回什麼事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這一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